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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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因为我知道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 代表的更是中国军演 最终63人参加的集训 仅有8人通过 淘汰率87% 死亡率4.7% 跨越生死与残酷 和龙永斋桂冠 并被授予最高荣誉 突击队员荣誉称号 我们所有的机群队员 技能相差不大 体能相差不大 但为什么淘汰率还那么高 最关键的还是看这个个人的意志力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特有的精神 过程 站立 一 一 二 好 继续过去三分钟了 还有一个小时 六十七分钟 快点 快点 最后要超过去 我们海军陆战队 一直紧紧地把握住人这个关键因素 我们比例血腥胆气 垂涎战斗作风 就是要勇于战胜强敌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战斗精神的赔术非常重要 有没有不行呢 没有 从边陲荒漠到偏远山顺 从北国密林到南国岛礁 从内陆腹地到远海大洋 海军陆战队军中之军 刚中之刚的美名 脆火而生 海军陆战队的升级转型 正是海军整体转型发展的缩影 当了十八大以来 海军各级紧盯强敌对手 聚焦备战打仗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不断提升 有一种血性 叫默默地豁出去 对于潜艇部队来说 他们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来自于每天面对的生死考验 战士们正在进行异常脱险训练 这种训练的危险性 与真实情况无一 一旦有艇员出现意外 其他艇员必须紧急退管进行施救 那套装具是个呼吸器 当人紧张了以后 他会喘不动气 会憋气 那就会很危险 他可能一进以后心理恐惧 可能就无法呼吸 这是对战士体能和心理的极大考验 也是成为一名合格潜艇兵的必经之路 他敲击的信号 或者说跟艇外的交流 不是很顺畅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把这一组人退出来 几个人拖着脚给拖出来 用刀子直接割开 我当了三十多年的兵 当时我当新兵那种细腻的恐惧感 经过长期的修议 慢慢慢慢的这恐惧感 才把它克服 平时多流汗 暂时少流血 潜航深海 守卫祖国的水下防线 勇敢的潜艇兵 必须接受最严苛的训练 就是凭借过硬的搭帐本领 和心理素质 中国海军官兵 创造了世界潜艇史上的传说 2014年春节 举驾团圆之际 三千二潜艇正在执行巡航任务 一切看似平静 但一堂巨大的危机 正在慢慢靠近 深度地那个指针的底部 都往下跑 150什么160米 一直跑 它就一个劲地往下走 一个劲地走 很快 深度170米 前进二 是前进二 进二到 一般情况下 我们提速 我们增速就可以了 完全就把深度控制正常期 但是这一次 我们按正常的操作 当时控制不了潜艇 往下吊 吊声 是潜艇的噩梦 遭遇掉身时 潜艇瞬间失去福利 如同悬崖边 十足跌落 深度迅速下降 三千二潜艇 陷入重大险境 短短几秒内 停体失控 急速下沉 潜艇瞎太快的时候 它一场呢 有那个肛门被压缩的声音 嘎嘎嘎嘎嘎了 深度一百八级米 主电机准备水下航行 对 主电机准备水下航行 停车 增速 排水等 提升福利的应急措施 都没起到明显作用 下坠局势仍在持续 潜艇所承受的压力 也在不断加大 潜艇就是碰的一声 什么声音 五层净水 五层净水 碰的一声音响 那个水晶就卖上来了 五层连续发生了 破水净水 这是最高的 潜艇这个水 它的后果是最凝重的 下潜以后会造成整个顾客 会被压缔人推回了 潜艇五层净水 五层净水 下潜艇五层净水 五层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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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层是我们的心脏 它是有些努力的 如果心脏里面是水 我的心脏就不应电了 那动力系统就没了 海水以每秒几百升的速度 喷涌而出 它那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二三十个压力 就是一根细管 就跟子弹一样 你站到那里 人可以击穿你的 精神多以后 能够 那浮力也不够了 哪怕你后面把它处置过来 但是也不具备 潜艇浮起的能力 潜艇会加速下水 所以这个时间太宝贵了 在全战无法目视的情况下 陈祖俊和两位战士 以最快速度 关停了主电机 封闭了主机舱 然而主电机关停 也意味着潜艇失去动力 和向上的堕力 甚至两百二十米 征初谷是我的 深处砍 你唯一的手段 真是供契 再没齐了手段 就是你积尽全力了 我们在等待 就是你所有的手段 全部用完了 如果它浮起来 那就浮起来了 如果它没有浮起来 我们二次供契不可能 可能我们就下去了 我们把所有的措施 下去之后 我们前天天特别安静 好像我感觉是 我自己能看到 我自己的心在跳一样 此刻前行仍然在下坠 当时我心里边就 感觉到 我是这次完了 就这么个想法 然后脑海里边 浮现了一下我母亲 那么一下 当时继续下沉 我感觉是看到 升级继续下变大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 就是真的遇到很大的麻烦 有可能上不去了 刚才一训练间的时候 我是这次想到我女儿 我很少有时间回家 我认识 我肯定是能语续下的 也训续下以后 他对谁这么说 让我够了 这么多个大分 我远会 能否做到 什么 这次 我们知道 特色人这么说 我自己都没有 这次 要不知道 可以 我 让我 努力 回家 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海不会忘记 72年征荣岁月 人民海军官兵忠诚使命 英勇善战 建攻海洋 用青春和热血 奏响了一曲高昂的强军战歌 在万里海天书写了小亭达大剑 海上拼刺刀 空中白刃战的铁血传说 铸就了海上猛虎精神 海上先锋精神 海空雄鹰精神 西沙精神 南沙精神 和潜艇精神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有一支队伍曾被毛主席三次点降 这支队伍就是海空雄鹰团 海空雄鹰团的前身 是抗美援朝战场上 一支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英雄部队 在装备烈士的条件下 打破了美国空军 伯克战胜的神话 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 我们感受世界上的号称 王牌飞行员 进行面对面的教育 就是我们这种不怕牺牲的 这种奉献的精神 也就是不怕死 所以才竖起了我们 海空雄鹰的这种王牌 1965年1月和3月 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舒基成 在华南地区上空 两次击落美国军用高空 无人侦察机 1965年9月20日 美军一架性能先进的 F104C战斗机 入侵海南岛上空 十任飞行大队大队长高翔 奉命驾击迎敌 在距离敌机 2901米处开炮 一直打到39米 敌机凌空爆炸 美军飞行员跳伞被活捉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 那也不能说我这装备落后了 我就不敢打了 白天来白天打 高空来高空打 夜间来夜间打 200多米开炮 这一瞬间就上去了 眼看要撞上了 喊着一喊就拉起来 喊着一句打掉了 这是一种 已然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打法 就算同归于尽 也要驱逐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正是凭着这种 空中拼刺刀的续性胆破 打出了新中国一片 和平蔚蓝的海天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 已接近我领空 立即离开 立即离开 否则将到道拦截 ZC的China Naval Air Force On Guard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ese Air Domain Take a reverse course immediately Take a reverse cours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 intercepted 沧海横流 放显英雄本色 今天 以驱逐舰护卫舰为代表的 海军水面舰艇部队 成建制更新换代 人民海军也迈出了 由河水走向深蓝的铿锵步伐 我们喊的这个能战胜战 就是打赢本领 把你的信心动作 因为装备能力就强了 你不管是单装的能力就强 单平台的能力就强 体系的优势 也逐渐体现出了 除了这个打赢信心动作 走出去的信心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 海军装备十年的发展 确实是让我们这一代人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现在战争已进入秒杀时代 世界军事强国 正在将一小时全球打击 变作现实 战争这个样式的变了 从现在更多的是近期主导 而且节奏也更快 那是快一秒快0.5秒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直接决定了 一场战斗的时候 这个成败 到真正战斗的时候 那就是欢呼事 海上环境复杂多变 来袭目标速度越来越快 隐蔽性越来越强 想要做到秒杀 并非易事 为了这一年的话 我们要进行大量的训练 把一些装备的实力的训证 人员的反应时间 这些第一所的资料 摸清了 摸透了以后 然后再反过来继续研究 我怎么去优化 所以我看我们用了一年时间 我们的成果 只是为了那一年 世界新军事革命 方性为爱 人类战争形态深度演进 由水面 水下 和空中多领域作战力量 构成的一体化作战体系 正在让现代海战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联合作战体系制胜 是通向战争胜利之门的 秘要 近年来 海军坚决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化实战实训 连战连训 科技强训 依法治训 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 构建完善 新型军事训练体系 推广给予能力的基础训练 给予任务的实案训练 组续经验 深入开展群众性拿底练兵活动 全面提升打赢 具有智能化特征的 信息化海战能力 进行着一场 转型跨越的冲刺 这是一场发生在思想观念 和头脑里的冲锋和战斗 指挥员要应对巨大的挑战 这两年你比如说 我们这种体会很深刻 有的时候搞一个专项研究 搞一个专项训练 那确实一天只睡 那么三四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那就是你躺在那的 脑子里面都是想的 这个事到底该怎么弄 从指挥员层面来说 你要去学习对手是什么样 他任务本身会是什么样 他将来的场景会是什么样 甚至有时候你要去 根据你这些场景 来设计我的训练 这样未来的战争 在训练中去体现 体现展现在你面前 这样你去应对手 你想到的可能 就会方方便便 需要做的事太多了 走向远海大洋的实战化演兵场 海军官兵们 渴望着镜头海浪的洗礼与检验 大洋之上 多艘新型战舰 战机和潜艇组成的 潜艇编队 正紧张进行着 一场联合作战演练 每艘战舰 都是这张 无形攻防大网中的 重要节点 各作战单元 能够同时共享探测数据 使各舰防空武器系统 迅速构成 相互重叠的拦截火力 从而实现最佳的防御效果 上级运火箭 第一级对齐实施火炮攻击 主炮拇指 腰动两六 防火站委托指挥 四海战清风指挥 开始射击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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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舰潜艇编队的信息化协同作战 成倍都扩大了预警探测 识别 及抗接作战的范围层次和能力 体系作战 联合作战 是非常重要 也是为了主要的作战样式 那么我们不仅要具备单舰的 这个作战能力 那么更重要的是 要能够融入作战体系 形成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能力 想要看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 是实现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 是实现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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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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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